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主又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比喻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像什么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 吹笛有如在婚礼中所行的 而举哀是指在上礼中所行的 主耶稣用孩童们常常在街道上玩的 结婚的游戏和出病的游戏作为比喻 来形容当时的民众 对人对神对救恩没有反应 本来结婚游戏应该是很高兴的场面 但是他们不但没有与人共欢乐 当出病游戏该悲哀的场景 他们也没有与人同哭泣 那时代的人似乎成了冷漠 麻木不仁 没有反应的一群人 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责备的 就是当时的法利塞人和文士 他们是律法主义者 常常指责别人 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耶稣也提到他们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把难丹的重担捆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西方谚语说 行动比言语更有说服力 也就是指行动胜于空谈 而在中国谚语里面 也有说 身教过于言教 作而言不如其而行等等 今天这个世代太多人 他们只会说而不能够做 教会其实是需要更多 能说也能做的人 法利塞人和文士 之所以不去领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 和对耶稣的话麻木不仁 深层的原因是骄傲 骄傲使得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看见别人眼中有刺 看不见自己眼中有凉目 骄傲使人自以为意 常常定罪别人 却不会自省认罪 但愿我们学习像那些 罪人和税吏一样 有一颗单纯谦卑的心 可目听到主的话 并且愿意相信 并且顺服主 照着主的话去实行出来 拜拜 感谢观看